LGBTQ的电视剧电影很多 其中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占大多数 男男和女女 在这几年也越来越多的跨性别者作品出现 像是日剧女子的生活 男主角喜欢装扮成女性 性形象是女性的题材 还有日本的电影 午夜天儿 台湾的电影 迷失安迪等等 但是以无性恋为题材的作品少之又少 2022年的冬季日剧 不能相爱的两个人 在各个平台上都是高评价 今天我想点出一些剧情 来说说我的微心得点评 所以会有雷 请大家斟酌观看哦 不能相爱的两个人 由高乔医生与岸井学乃主演 女主角儿育孝子和男主角高乔宇 因缘际会相似 并且以无恋爱关系 开始了同居生活 在聊聊这部剧之前 先来带你们认识一下无性恋 无性恋是指对他人有着极低的信誉 对无性恋者来说 他们可以与人交往 但是不会对另一半产生信誉 这部电视剧其中一个主题在探讨的是自我认同 在成长阶段里 俄语常常问同学家人一句话 什么是爱情 但大家总是告诉他 等你遇到了就知道了 长大之后交了男朋友 并且也有走到最后一个步骤 但是他却很不喜欢这些亲密的肢体接触 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两个人交往为什么不能像从前一样 咬着相同的兴趣一起大笑呢 各种疑问在耳狱的心中 但他又不能问别人这些问题 在社会价值观里 这样的问题会被各种主观意识给搪塞回去 像是因为你们是情侣啊 因为你们在交往啊 这不是很正常吗 主观意识太过强烈 会认为我的想法一定是对的 我认为这才是正常的 但这句话其实才是最不正常的 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主观意识 强加在别人身上呢 但因为看到阿姨很开心的样子 我就只好再试一次 但后来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要做这些 这里其实可以解释为 为了迎合大众的目光 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耳狱的心理其实一直在挣扎 拉扯 但为了不让他人失望 所以先暂时放下一切的困惑 但同时也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因此在某一天 耳狱认识了高桥 在寻求自我认同的阶段里 最重要的就是有人愿意客宽的倾听 两个无浪漫倾向的无心恋者 就这样开始了同居生活 耳狱因为到了适婚年龄 所以一直被家人催促赶快结婚 被逼迫到极限的耳狱 在第二集当中请求高桥的帮助 假扮成他的男朋友 一起回老家 被各种问题轰炸 最后耳狱的心理对高桥产生愧疚感 对高桥来说 耳狱的家人是陌生人 但还是要配合演出 把自己的底细掀出来 压倒最后一根稻草 是媚婿的那句 你们注定要共组平凡的家庭 然后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耳狱反问一句 平凡的家庭是什么 对于耳狱来说 在他们的价值观里 他没办法组成一个所谓平凡家庭 也无法成为一个贤惠的妻子 但这样就不配获得幸福和快乐吗 耳狱母亲说 毕竟没有人不结婚的嘛 在传统社会价值观中 我们常常听到四个字 结婚 生子 人们好像为了结婚 为了生小孩而才有存在的意义 你可以有这些价值观 但不要把你的价值观 套用在别人身上 当耳狱母亲知道高桥是假扮的男友 两个人都谈成是五心恋之后 说出了这样的话 你们要不要试着交往看看 我看到这句话头痛痛的起来 站在妈妈的角度 在妈妈的价值观中 认为不试试看 怎么会知道不行 两个人都认试了 就交往看看啊 但是你怎么知道 他有没有努力过了 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情感 只有一个人最清楚 就是自己 自己的人生也要自己承担 所以不要把你认为的价值观 强加在别人身上 因为他不是你 尔玉向家人摊牌自己是无浪漫倾向的无性恋识 他说我没办法搞懂恋爱接吻性爱 讲到性爱两字的时候 妈妈制止他 好像这两个字很羞耻一样 尔玉问为什么可以一直说要赶快生小孩 谈到性爱就恼羞成怒 这句话整个打中我 作家洪培云 在网路上的文章里 有句话让我频频点头 明明是隐私话题 在这时却成了公众议题 当你问别人什么时候要生小孩 不就是在打探别人性的隐私吗 你都敢问别人生小孩的事情了 却不敢谈论关于性方面的话题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尔玉的母亲无法接受事实 高桥说了这段话 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该学习的 那就不要接受 也不要理解 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谈到这种话题时 不能让话题结束在 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事 就好了呢 别人的感情是他们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能干涉 假如你不能理解 那就更不能把你的想法 硬是加在别人身上 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很渺小 就算你懂得很多 但一定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当我们碰到没有听过的事情 你们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 困惑吗 还是坦然接受 举个例子来说 在LGBTQ族群里 跨性别者不单单只是单向的 我今天生理性别是男生 但我喜欢男生 所以我变性为女性而已哦 成为一名跨性别者 和自身的性倾向 是没有关联的哦 像是开头提到的那部日剧 女子的生活 男主角是喜欢打扮成 女性的生理男生 但他喜欢的还是女生哦 他把自己定义在女童性恋 我第一次听到有关这件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是 原来有这样的事啊 后来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 就去搜寻了一下 才发现很多事情 其实存在很久了 只是我们还没遇到过罢了 我认为我们都要学习的 就是尊重 你可以不支持 甚至是反对 但千万不要歧视 还满满别人 让话题结束在 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事就好 一切都可以变得很简单了 阿姨是俄裕的同事间前男友 她是一个有点傻气 有话直说的人 意外发现俄裕和高桥同居的事情 开始了她的轰炸式提问 甚至还自顾自的住了下来 完全无法理解 无性恋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不谈恋爱 却同居的关系 这些疑惑 孙子在阿姨的心中 阿姨说 一男一女 共处一世 怎么可能不会发生什么 高桥回 不要把你的一般 强架在别人身上 这里的阿姨主观意识强烈 认为在她认知范围内的事情 才是对的 加上是恋爱至上主义者 发生什么事 就先把恋爱给带入 太不客观了 后来阿姨慢慢的去理解 也知道了喜欢一个人 不一定要是什么样子 不同人有不同的恋爱模式 和你原先的想法有出路 但不代表那些事情就是错的 豁然开朗的 阿姨也变得更有同理心 也和原本势不两立的高桥 成为了好朋友 刚开始会觉得这个角色很烦人 也常问一些让人翻白眼的问题 甚至冒犯到了他人 但我们其实都是阿姨 因为不懂 不了解 所以心里会有很多问号冒出来 碰到了在自己认知以外的事情 我们可以抱持着 困惑的心情去理解 而不是抗拒 这样会让你多点同理心 从疑惑到理解的过程 有时候会蛮辛苦的 总归上面的那句 让话题结束在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事就好 一切都变得很简单了 今天这部日剧 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该看的电视剧 里面的金玉良言有很多 也很适合反复观看 身为高桥一身份 他演出的作品我会重点关注 主角我有兴趣 题材更有兴趣 性别议题的题材都会勾起 我想看的欲望 而这部作品也没让大家失望 整理今天讲到的几个重点 在自我认同的挣扎里 大家都有过 常常问自己我是谁 为什么我存在 我想要的是什么 任何阶段都会面临不同的挣扎 所以要学会和自己对话 还有直视内心真正的想法 面对未知的事情 请先放下诚见 先入为主不是一件好事 要做个有同理心的人 就要试着去了解 不能理解也没关系 但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 强加在别人身上 要尊重每一个人 爱有很多形状 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 社会渐渐的开放 歧视也在慢慢减少 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一个 完全没有歧视的 乌托邦世界 最后再分享一句 剧中很值得省思的一段话 为什么可以接受 没有爱情的心爱 却不能接受 没有心爱的爱情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是喜欢看日剧的Kimi 希望大家明天有个美好的一天 可以追踪我的IG 来和我聊聊日剧 拜拜 拜拜